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人要踢我的管 我也知道 很多法官检察官在录我的音准备要告我 我也很清楚 但是没关系 因为我讲的东西每一样都是真的 因为讲假的我很麻烦 我就惨了 各位朋友 新年最要提醒的就是 除夕出意 这两天是特别的人 那我是会回金门 金门比台北还冷啊 所以 我们其实还是要呼吁大家平平安安过个年 因为过年很多事情是很不方便的 生病很不方便 那过年大家一定要穿好穿暖 穿好 不要吃太好 吃清淡一点的好 小董今天其实来的时候 看到我们街头上的有一些趋向 当然塞车是不用讲 塞车 现在在台北没有被塞车 简直不是台北市员 在高雄没有被得到登革了 不是高雄市员 之前就在节目上讲 是不是 他助理 他们的办公室都不承认 后来他承认了 嫌疾 一个多月钱 他承认了 我就是得登革了 然后他找一个里长上台 说这个里长也得登革了 没有得登革了的人 不是高雄人 但是各位朋友 其实大家都不要生病 活得越开心越好 很多事情你计较太多 其实最后什么都没有了 有个报社老板告我 结果他今年也没够 今年也够不了 对不对 我不讲他了 因为死者为大嘛 但是我讲 各位朋友 很多事情我们是要有方法的 台北的交通 为什么这几天会让大家感觉这么差 柯文哲 柯文哲说 我的三痕三重 不该同时动工 而且你是够年前动工 有些地方 你说 为什么不马上做 过去台北市要做人行道 台北市人行道 大家回想一下 陈水扁在的时候 跟他之前台北市红砖人行道 记不记得 踩下去 水就冒出来 那时候陈水扁 王健仙 还有马上就三个人在嫌疾 王健仙在辩论会每天都窥陈水扁 他还比一个声音说 你看台北人行道一踩下去 不住 水就溅了 溅出来 阿扁是一脸飞头土脸 记不记得 那是民国87年的辩论会 后来马上就上任 就要做人行道更新 做得最大 最多 因为我自己在跑新闻 我最清楚 台北市175平方公尺的人行道面积 大量更新 今天很多人走在上面 你自己都觉得 诶 没有讲你不知道 其实台北这几年改变很多 但是因为媒体 他们有些手掌 他比较低调不喜欢讲 人行道是改变最多的 为什么要改变人行道 因为人行道好走的话 你做捷印的医院就会更加强好几倍 你从家里走10分钟到15分钟到捷印站 觉得很舒服 因为人行道很好走 走在上面有浪漫的感觉 是啊 他不会坑坑洞洞 人行道上面没有机车 对不对 那你走起来很舒服啊 那你过去要跨过机车 上面下面钻又是破的 你说要去走捷印照 这一段走起来很不舒服 而且很多流浪狗的狗屎 现在台北市流浪狗很少 对不对 事事实啊 就马航九当市长时代 有没有媒体在报道这一方面 没有 我讲实在话 我说马航九是讲经过以后最好的总统 有朋友写信来说我非常赞同 写卡片 那当然很多人不赞同 说你小董桥你违背民意 那民意是媒体在操纵的 台湾的报纸媒体 百分之九十几都挺立啊 各位我再举一个例子 你如果住在台北的 我就讲别人比较不容易观察到的 你过去家里门打开上面都是抽水马桶 强精固久 那种小贴子 记不记得比名片大张一点点 你怎么撕都撕不起来 后来有一天突然不见了大家 诶 对不对 你家的外墙一楼二楼又比较低嘛 業者贴得到 告诉你抽水马桶要怎么通 那种东西 轰出一档日晒一铃都撕不下来 现在为什么通通不见了 那是台北市环保局在沈世宏时代 忙很久当市长时代拆的 他们去研发一种胶啊 一种一种喷剂啊 把它喷在上面 然后那种万年的老胶就软化 就撕下来 然后再发动谁 发动台北市的环保妈妈 每个七 然后这样去拆 各位没有看到 我看到了 各位你现在家里门打开 过去所有家门打开被贴这种贴子 现在不见了 可能最近有人 这两年有人偷偷在贴啦 但是不像过去整片门都是 各位我们做人要公道 别人不做了 我当记者我看到 我要讲是好事我就要讲 你有看到有人在报道吗 最近 有人访问一些学生 学生说哎呀柯文哲 做到人行道做的都好不要脸 什么学生 挺柯P不要挺成这样 柯文哲做哪一条 告诉我 柯文哲就是捡别人的成果 每天讲嘴巴 他嘴巴不停 柯文哲做哪一条 人行道 请告诉我 你现在手看到的手走的 主要都是马航九时代做 好龙兵时代做 那好龙兵时代又做很多路平 路平专案 我讲喔 今天就是做的人他讲得少 不做的人讲得多 大家就说哇这个人很会做 请问一下柯文哲现在 做这么久 一年 一个多月 做了哪件大件事给我们看嘛 各位大家讲嘛 你就讲出来 说哎我看到了 我看到只有涨价 每一样都涨价 赵叉康今天在苹果六报寫一篇说 台北市民真倒霉 赵叉康当然可以抱怨 因为他不会投柯文哲嘛 很多投柯文哲今天出来骂 我看 朱学恒啦 窄本桥啦 我不晓他们有没有 可是他们在选举的时候都是比较挺柯文哲的嘛 你去看那时代的文章 啊今天 今天出来讲 柯文哲 的交通真的搞得很烂 六条脚踏车道从此在做 脚踏车道都坐在台北市的干下 叫三恨三重 对不对 他说他踢到铁板 这哪是踢到铁板 这不是踢到铁板 这个整个 整个台北市都是柯文哲的急诊室嘛 各位就这样讲 这个人每天就大言不惨 然后媒体很喜欢这种人 你讲错话也是一个好的采访对象嘛 对不对 你讲错话我们就做标题好爽喔 所以媒体是每天要逼你讲话 现在的记者采访都没什么功力 他就麦克风堆上去就硬要你讲话 不管你讲什么 只要你讲就好了 我常碰到这样的记者要来采访我 我理都不理 尤其看到上面写三立 我真一讲 真想一脚把它踹开 这种让人家不信任的三立电视台 谁理他啊 对不对 董事长林坤海 强国最有名的逃漏税大王 总经理张荣华也逃漏税 而且司法一路放纵 所以要给他们还起诉 还起诉从来不用执行 我非常鄙视新北市地检署就是这样 这什么叫地检署 这种检察官是这干嘛的 领人民薪 抱媒体大亨的大腿下跪稳他的脚趾头 我非常看不起法务部就在这里 这些让人家看不起的人 这些都升级高位啊 像柯文哲这种 市长 人民当然选出来 你就认了 我们说我们协助他施政嘛 他不听啊 你讲多少次他觉得你不听啊 他当起来呢 我是很不爽 但是我平常经常 我还在节目上说大家 有意见可以给他 他从来不听别人了 交通局长给他很多意见 他不听 昨天交通局长受中国时报访问 在头版头条 说我提了政策他都不做 柯文哲 被媒体问到 他说也不是你讲了就可以做啊 那要人家负责 说我要都开除几个局长 他讲了 你说不能做不给他做 然后又说又要他负责 那这是什么政府 各位大家想的很奇怪吧 其实我在很早之前 台北京交通出问题 我说年后会更出问题 这几天媒体大家开始在写 为什么会出问题 因为忠孝西路的引到要拆除嘛 大家很清楚 柯文哲 两个月前喔 各位朋友大家回味一下 嫌几钱啊 两个多月前啊 他就开始讲 我过年喔 我要花八天喔 把忠孝乔的引到拆除 我拆除喔 各位朋友 这是个legacy啊 他那时候接受网问很神气啊 说这是一个奇迹啊 小董讲说 这个人喔 爱线又没学问 英文又烂 legacy是什么 legacy是遗产耶 遗迹耶 你到华山广场去看 柯文哲 英文烂又要展示他的 legacy 请大家上网 你现在有手机就可以上网 上Google或Yahoo上面搜寻 中时电子报 聯合电子报 里面也会登 啊你用字典那一部分去搜寻 legacy 是什么 柯文哲说legacy 这是奇迹 笑死人 真的 我有时候看这些人 我是看不 不是说我们喜欢骂他 柯文哲要讲 喔他说这是一个传奇啊 我可以把它拆除 我八天把它拆除喔 全世界都在看 拆除忠孝序路 这是一个legacy 跟记者讲 我这是一个传奇 什么传奇 传奇是王辉唱的歌耶 春晚 王辉几年前在春晚唱这条歌 大家都很惊奇 哎呀唱得太好了 对不对 真正的传奇要怎么拼 Legends LE GEND 记不记得 各位可以上网一下啦 那小董英文很不好 我不是要卖弄 我只是听到一个 台北市 然后又是台大医生 然后每天讲东讲西的人 他讲错的东西 我怕 对我们很多孩子 因为他是很多孩子 模仿的对象嘛 他是我们很多孩子 崇拜的对象嘛 他讲错了 我当然要赶快把它纠正啦 传奇绝对不是柯文哲讲的legacy L E G A C Y 不是 那是遗产 遗物 遗迹 就这样啦 但是 各位朋友 有时候你会觉得说 小董你刚刚讲那么多 比较柯文哲 马航酒 陈水扁 郝龙斌 是 这些市长我都跑过 台北市 的市长 我跑过的没有像柯文哲这么烂 我讲真的 我都很贴身去观察说这些人来做什么事情 柯文哲就是每天出一张嘴巴 可是媒体捧他媒体喜欢这样的人 而且媒体挺立 柯文哲 神力茉莫利 大家喜欢他 媒体为什么这样 台湾媒体 这些媒体让人家看不起 他主要就两种 一种他有台独意识 一种他讨厌马航酒 柯文哲接受访问说 我就是讨厌马航酒 所以我看到他我忍不住就会嘲笑他 他昨天傍晚接受媒体访问就这样讲 我就不喜欢马航酒 我看到他就忍不住要嘲笑他 有没有什么原因 没有啊 你是当一个市长 然后你看到总统你也讨厌他 你就想修理他 想 那这什么心态 我们讲柯文哲的东西百分之百是有 有东西才评论嘛 各位朋友 人可以这样吗 柯文哲他可以 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因为有媒体挺他嘛 网路挺他嘛 台湾媒体你看 自由时报不用讲 看到把他丢在地下踩一踩 我真的讲这媒体 他昨天 头版登什么 说马上就上太平岛 然后跟幕僚讲 说 我气人要上去 美国不给我上去 马上就说 我气人不上去就给你面子了 你现在还不让我上去 我气定了 放头版 说马上就这样 骂美国人 说我气人 嫌几前我本来要上去 结果你们 你叫我不要去我给你面子了 我现在气你还跟我指指点点 讲东讲西 他讲马上就 他希望马上就跟美国的态度搞翻 总统武昨天说 你这种 你这种报道是哪里来 从来没有讲过的东西 各位朋友 自由时报写东西 有人把他当真吗 自由时报本来就是擅长写假新闻啊 总统武搏刺他 是应该搏刺啊 你不搏刺 变成你默认 你搏刺我也不跟你更正 自由时报就是这种 为什么说要把他踩在脚下就是这样啊 他说马上就这样讲 他说一个资深的外交人员提供 马上就会跟哪个外交人员讲 出来讲啊 我有时候看哦 总统武只是斥责他不实报导 不实报导 用白话来讲就是假新闻啊 台湾媒体坐重 他们有很多目的啊 当然这个时报他老板就是台独嘛 那他当然还有他的目的嘛 他会把哪些人捧上去嘛 李登辉做的都是对 对不对 台独搞的都是对 就是这样嘛 阿扁也是对 阿扁贪污他们还帮他做假新闻 说我 我贪了那个钱哦 我不是贪掉哦 我是给一个 黄埔江一号 给他拿去做两岸的那个 这个人哦 住在澳洲 我都拿钱给他哦 钱在哪里交钱 在总统武协对面的台北第一女中 北一女 这个钱他拿走了哦 有贫居哦 然后最后时报把他做二板做好大 就跟周天被总统武骂是做不实报导 同一个记者 就这样啊 报导假新闻老板最高兴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丑化我们讨厌的人 丑化我们认为统派的人 然后我们吹捧 我们认为独派的人 即使假新闻也没关系 对不对 这是我们的目标啊 即使当到了 长老会的牧师 跑去找沈陆雄说 欸沈陆雄你一定要收谎 为了我们建国大业 你一定要收谎 你一定要收谎 说陈水扁 陈尤好从来没有去过陈水扁家拿送钱 你一定要收谎说没有 绝对没有 不是吗 欸当到长老会的牧师了欸 牧师 叫人家要收谎欸 因为我们有建国大业 各位朋友 你看得真是 非常心酸啊 怎么让这些人 我们整个社会的价值崩坏啊 我今天看一个新闻也很感慨 因为过两天要过年了嘛 各位明天是小除夕 后天除夕 再大后天就大年初一了 所以小董要跟各位拜早年 我今天也在苹果日报看到了 年生佛活 年花的年生命的生啊 也在跟大家拜早年啊 奇怪啊他为什么只登苹果日报 因为苹果日报的老板余智英的媒体啊 过去常常修理他啊 你修理我我就在你这边登广告 嘿 现在不修理啊 各位朋友 原来媒体被人家称为流亡是这样的 不是吗 为什么年生活 在A13版 三不五十 我不是第一次讲 我至少看过五次了 整版 一版要多少钱 一版要多少钱 至少几十万吧 前版 然后年生佛佛 他是在蓝头 然后他 2016年你如何幸福吉祥的活塞雷 他来画新春 整版啊各位 13版 你如果有兴趣可以看 你如果没有兴趣 因为苹果日报过去修理他啊 说他跟那个吴敦毅怎么样怎么样啊 后来他三不五十就在苹果日报 一周刊啊 一周刊也是同一个老板嘛 就常常登整版的广告 我小董 我不要讲合理怀疑啊 各位朋友想想 他为什么不去登其他媒体 你修理我 我就登你广告 后来你就不修理了 各位媒体你要怎么看 台湾媒体最公正的就是非得无产董之声 因为我都拿出来做比较 我讲真的啊 很多人不喜欢我也没关系 但是你不喜欢我 我讲的东西有道理 你还是非得承认不可 对不对 台大很多新 新文研究所的学生最喜欢听我节目 可是我每天都在骂台大 新研究所那些教授 品格低劣 那种还旺为人师 没有品格的人 我不要讲品格要多高尚 人都有一些小董 小董是一堆啦 那我讲 什么叫是非 新文教人家最重要的是什么 有没有这件事情 新文最重要就是 有没有这件事情 是真的或假的 他要真实嘛 你 你能够做到这一点吗 台大新研究所很多教授 我看的是 非常鄙视啊 非常鄙视 他们是连一点 不要讲新文道德 他们是故意做假新文 为自己的意识形态来服务 为意识形态服务 就会编出怎么样的报纸 就自由时报这种报纸 三立这种报纸 这种电视台 没有是非啊 各位我们 就是要讲是非啊 你报导没有的东西 那怎么会让人家看得起呢 台湾的媒体 真的发达 你电视台打开 你只要有线电视 一打开 都是几百台 一百多台啊 你看 视频上报纸这么多 哇 这么多你怎么看 五大报 中时联合自由苹果 真诚报 啊再一个晚报 啊你要看什么 像我看高雄的新闻 我一定看高 真诚报 全台湾写的 最确实最准的 继续迷的 你说他是地方报 没有 他其实很多 评论很精彩 那你要说其他的 自由时报 我小董都公开呼吁 把他踩在脚下 无所谓 苹果日报 苹果日报 有他的目的的啦 他现在利益有利的要命啊 苹果日报人信任吗 苹果日报的老板 说我要到香港搞占中 你要占领中皇可以啊 谁最有经验 哎呀搞这种群众一种 施平德最有经验 他老板 黎智英打电话给施平德 说施平德我们 我要跟你讨教 你到我 杨明山的豪宅来 杨明山豪宅在青山路啊 因为这个老板在台湾喔 他是香港人啊 在台湾买了一堆土地 买了一堆房子 草地皮草楼 他的报纸天天骂 这个马政府喔 没有土地正义 没有皇屋正义 天天骂 自己在搞这个啊 我为什么鄙视他 我绝对讲得出政绩嘛 但森林公园房子最贵 那边他卖了九间豪宅 仁爱路 二段那边他也买了一间豪宅 总共十间 各位 这时间加起来大概二十五亿 等着涨价 草楼啊 杨明山豪宅不算 土地全年六月 在内湖卖了一块 二十八亿赚了 到手了 二十八亿耶 他办报纸一年能 半十年都赚不到二十八亿 我跟你讲 土地好赚啊 只要会炒作啊 一边骂政府 你把马政府骂倒了 然后去拥抱新的政府 每个人都知道 民进党的政府 是会给你好处的 马政府为什么会失败 为什么媒体都讨厌他 因为他不会给你好处 差别就在这里 各位朋友 很多人说你 小董你跟马航九那么熟 你跑他幸福那么久 我在这边 今天 我在非得主持 午餐八年了 各位你可能正在吃午餐 吃便当 或吃什么 或在车上 准备要去吃 没关系 我告诉各位 马航九连一次 请我一次吃饭都没有过 一次都没有 一个便当都没有 你能够想象吗 我从来不抱怨 我讲这个 我只是告诉各位 国民党 马航九在执政 他是不会分你什么东西的 所以媒体讨厌他 除了可能有些是意识形态 很多是因为他不会分享 如果是民进党执政呢 民进党执政有多少媒体 进入政府做高官 有多少媒体分到多少好处 各位你自己看嘛 所以 为什么大家要捧民进党 因为他会分啊 可是各位想想看 不管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 你分的钱从哪里来 从纳税人的钱来 不是吗 我们每个人都在缴税 我们缴税乖乖缴税 当然除了三立的老板 林坤来会逃漏税 还有总经理 张荣华也会逃漏税 还有林坤来的太太叫张秀 就爱做秀的秀啊 工长张啊 他也爱逃漏税 他们逃漏税是上益的 我们都在乖乖缴税 我们缴了税 然后他们去拢络媒体 媒体就吹嘘他 哎呀多了不起多好 各位这是一个正常的社会 正常的印作吗 我其实讲起来 很难够我自己在媒体这么多年 但是 我们要如何期待一个好的政治 好的媒体环境 其实每个人都要做出来 今天台湾的媒体 他可以掌控 告诉你这个 就让你觉得说 哇这个政治人物很好 哎呀这个人很好 他讲你不好你就不好 前台湾最不好的人是谁 是马航九 吴敦利 郭关英 洪中秋事件的时候 前台湾最可恶的人是谁 我们早就把人家名字忘了 我们把他踩在地上踩了多少 多少礼拜啊 各位你名字都忘了吧 对不对 我告诉你他叫范走线 这个可怜的人现在在哪里啊 他就一个 一个跟我们周遭的一个小老百姓一样 跟朋友去吃吃饭 就把那个今天吃的东西就把他 上网 PO一PO 他是一个上市啊 連市官长都不是 那媒体就抓出来 你看你看哎呀每天吃这么好 你看 这种阿兵哥每天醉生梦死 对不对大家记得吧 换走线大家还记得吧 说他哦 嚣张到什么地步 他休假他 其他弟弟的 拉风的 重型机车 繞一繞 哇你看你看 哎呀一个上市既然这么有钱 你看嘛 一定贪污 所以就开始讲他怎么贪污 他在营外 营气外面开 色情的 妇妇房 保护皮肤的妇妇啊 保护皮肤 然后去查半天没有 然后后来讲 哎呀再讲 再加码 说他那么有钱 是因为他盗卖金吼 名嘴啊媒体大家写 哎呀这换走线 盗卖金吼啊 不然怎么那么有钱 好开始去查 欸不对的金 金吼什么没有减少啊 会不会他去 去其他营王盗卖呢 刚好营气里面 有一个大的水塘啊 检察官不敢待办 把水塘的水全部放光 看他有没有把金吼 偷偷藏在水塘里面 各位朋友 台湾是个怎么社会 台湾是个媒体 专门造谣 可是你政府非去办不可 你检察官非去办不可 你敢不办的话 你就在中容 所以周一扣奖 马上就有收钱 谁谁谁知道 谁谁知道 结果检察官 又他讲哪些人知道 哪些人知道 大家 检察官就要传啊 你不去你就包屁啊 你不传 这个大老板就包屁啊 所以特政组就一直传 一堆大老板被传 传了五六十个 每个人都一脸说 我哪会知道 周一扣说他就是知道 他知情 你传他来他就会 和盘偷出 结果没有人知道 都被周一扣 一撞 这样说他就是清楚的人 都到地检署去跑一趟 然后最后 没有证据马上就 不起诉 马上就不起诉 就是检察官包屁 啊你传的这些人 没有一个人说 我会知道 我们现在台湾 完全是媒体在牵着 司法的鼻子走 所以每个检察官法官 很怕这些 这些报纸 各位我们是一个 怎麽样的社会 你现在后几在开车 但是我讲的东西 百分之百是真 各位 这是一个怎麽样的社会 看到恶心的媒体 把他踩在脚下 不用客气 看到四十九台 五十台 五十三台 五十四台 就把他转过去 里面那些名嘴 是臭嘴 不值得信任 等一下回来 我讲其他相关话题 我这董之神小董 春节快到了 小董在这边 跟大家拜年 你回去 跟家人团聚的时候 当然 那时候的日子是最快活 为什么 为什么快活 因为那时候很多报纸 不送了 那时候电视台 很多人也在放假了 所以 电视台 除了报交通很塞 哪个庙又开张 大家抢头箱的新闻 其他就是一些车祸 或怎麽样 对不对 春节 快快乐出游 出了车祸 怎麽样怎麽样 所以小董在这边 真的提醒我们的朋友 要小心 你也 就把你的台 设定在92.1 台北92.1 就是飞碟电台 那我们各地方的 欢迎你上网去查 各地方的 频道 那个不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新闻 好听 歌曲好听 小董做了评论 有评有据 我从来不讲假的 初一跟初二 休假期间 我跟唐湘龙 陈辉文 谢哲青 我们四个人做带状的 每天下午1点到2点 请各位朋友 你如果那时候再开车 就把它开着 你就听 非常好听啊 你也要告诉你的朋友 周遭 够年回去大家碰面 就说 我讲那些垃圾报纸 都不要看啦 那赚你的钱 还洗你的脑 电台 一毛钱都不用花 开车时候 顺便把它打开而已 一毛钱都不用花 你说小董 我中午很忙 我没办法停 没关系 你就上非碟的 午餐的APP 非碟午餐APP 小董说新闻 或者你上董之生的粉丝团 有朋友热心帮我 帮我设立的 里面都有小董的开讲 我讲的东西百分之百为真 我从来不讲假新闻 不管你喜不喜欢我 但是各位朋友 报纸很多都是假新闻 我刚来 上网就看到 上午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电视浏览一下 苹果六报有个标题 缅电版洪仲秋 然后谁 士兵遭金官前打脚踢 我为什么讲苹果六报这种报纸 让人恶心 洪仲秋死了没有错 洪仲秋有没有被谁前打脚踢 请你告诉我 洪仲秋除了一个让人看不起的姐姐之外 他有让哪一个金官前打脚踢过 你胡说八道 他死得很冤枉 没错啊 但是他是因为体能超出负荷嘛 跟他同时关紧闭的人 每个人做的 开合跳 叫福利挺身洋后其中 次数跟他一模一样啊 他有没有被要求都做 别人做三十下 你做六十下 没有啊 所有录影带都录影耶 洪家家属出来收谎 所以洪仲秋被划半蹲 手上拿两个 双手各拿一个钢盃 大腿上又半蹲嘛 大腿放两本书 如果掉下来接受处罚 洪家的家属出来收谎 结果有没有 没有 里面有一个关紧闭人 被这样内戴 那个人不是洪仲秋 洪家家属自己看了两遍录影带 很清楚那个人不是洪仲秋 为什么 因为洪仲秋很胖嘛 那个脸孔拍很清楚嘛 他们明明知道不是 他们公开收谎嘛 各位 小董敢讲啊 我敢讲洪家公开收谎 全国都同情洪仲秋 我也很同情 可是一马归一马 我只讲是非嘛 结果我周遭的那些 朋友 常常上我电视的名嘴 都公开修理我 哎呀怎么样怎么样 我讲东西哪样是假的 各位你都可以去上网啊 今天苹果日报继续说谎 缅甸版洪仲秋 士兵遭金官前打脚踢 洪仲秋什么时候被前打脚踢过 完全没有了事嘛 他就是因为太胖 别人做得到体能他做不到 那你这些金官或者紧闭士 事官的事啊就是里面的班长 他们舒服嘛 他不晓得他承受不了 那阿兵哥有时候跟你讲承受不了 你会觉得他假嘛 对不对 我们都会跟连长哀哀叫 哎呀太累了休息休息 对不对 受不了了受不了了 希望连长赶快 班长赶快给你休息嘛 对 所以他会认为说哎 你们这哀哀叫假的 合理的信念 或不合理的是磨练嘛 对不对 所以他是这样死的嘛 我们讲公道话就是这样 他有没有被内带 请问哪一点是内带 我就是论事啊 哪一点是内带 内带就说别人30下 你做60下我内带你 我让你超出负荷 没有阿 各位朋友我们就是论事 洪仲秋那个新闻喔 是我最早在2100 周末开讲我最早讲的 所有媒体还没做 马基友的事件 也是我在媒体最早讲的 讲到全国大家来讨论 对不对 还有个中止销 开宾市车 舊车要够不给他够 还比中止 也是我全国最早讲的 结果我讲了 那些垃圾网路阿 媒体就开始修理我 为什么因为我讲了 他爸爸就call in进来啊 小董我跟你讲 他爸爸还在看我节目阿 我节目收视力很高阿 各位朋友 我在电视台收视力非常高 很多人不讲 只是我的年龄层 比较偏大 现在电视台喜欢 给那些年轻人 所以为什么大家做节目 都要做到划重其重 要讨好那些人 我不愿意去讨好 我节目收视力很高阿 他爸爸打电话进来 小董我跟你讲 然后网路就开始骂我 说你看阿 他爸爸也是个新闻界的人阿 是小董的前辈 他一讲话小董就不敢讲了 他爸爸我又不认识 什么新闻界前辈 新闻界我前面有很多前辈 要我尊敬的人我才会尊敬 他爸爸我完全不认识阿 哇他们写得活灵活现了 所以他辈分比小董高 小董就害怕了 后来就不敢讲了 我哪有不敢讲 我继续讲阿 他是一个台大历史研究所的博士生 是我第一个把他拿出来讲 我批他怎么可以这样 人家救护车在救人 我们请来宾讨论 大家都混概不平 为什么 因为有影片嘛 各位小董是台湾很多新闻的 我如果做 我过去当记者跑独家 很多新闻是我写的 所有媒体都跟 我做评论的时候 我先把他拿出来讲 让他成为一个话题 社会上大家来重视 我是有这个本事的 我们讲新闻 为什么这样 因为我们秉持一个新的 一个中心嘛 这个中心是什么 我讲东西一定要百分之百是真嘛 我不要讲假的东西 我 这是我们基本的要求 做新闻当然要讲真的啊 所以我看 那些做假的 像自由十八昨天投版 说马上就呛美国人 说我上次不气就给你面子了 我现在去太平岛你还给我指指点点 我气定了 假新闻啊 总统府说这是不实报导 是啊 不实报导你又怎么样 自由十八读者看得很高兴啊 你看马上就哎呀 跟美国结类还这样 像一个小孩子在那边死性子 哎呀怎么样 那美国人如果相信这篇报导 哇这个史玛安九既然这样搞 哇既然这样损我们美国人 美国人也不要自以为神器啦 是不是 你现在看美国人那些出来嫌疾 那些人什么德性 是川普吗 我看了 你没有比别人高兵到哪里啦 也不用对台湾指指点点 等一下回来我们讲其他相关话题 欢迎回到非对无传国的董事长小董 要够年了要够年了 要够年了 真的是万德活吗 各位朋友 还是要祝大家活年快乐啊 这一年来很多朋友 给我非常多的鼓励 信件或者卡片非常多啊 清洁阿姨的卡片我收到了 她真的是非常有心啊 常常写信来鼓励我 要我加油 然后提出一些宝贵的看法 然后春梅小姐 她送我东西 我收到了 那当然 在电子公司服务的 Jack 她很久以前 送我一些东西 真的非常感谢啊 真的小董真是非常感谢 因为我不是随便讲讲的 但是 我看到这么多朋友 我觉得说 我一定要更把节目做好 我 那我节目做好的 我就是 要很公平的 讲出真实的东西来做评论 对不对 林先生 林先生常写信给我 他在综合的景评录啊 然后 他说小董你常 讲这东西很高兴 但嫌疾 虽然让人家很难够 但是 对于很多社会上的 造成的国际的纷扰 还有一些道德伦理的问题 就跟你讲 其实应该要说很清楚 不能再去误导了社会 他其实是 非常有心啊 因为林先生常常写信给我 那马先生 他其实很有心 他说我为了听你的新闻 我就去买一支手机 智慧型手机可以听 飞碟午餐嘛 上APP随时都可以听啊 那他是一个东洋人 大家知道东洋的火腿 你以为金华火腿最好 其实金华火腿出东洋啊 那他就讲他的经历啊 他其实是非常的有心 但他说 就是说 我们有很多 他对很多遗业啊 或怎么样的东西 他很清楚啊 他愿意提供很多意见 这个我会跟我们的 相关单位 跟他报告 因为有心的人啊 那 还有一个 那个陈先生啊 陈先生是从苗栗的头混 因为苗栗头混 也常常有好几个朋友 很喜欢写信给我 那他是因为看了这次选举的结果 他觉得 当然早就知道国民党会输 但是没有想到输那么厉害 但是 他希望说 我们 大家好好的 鞭策国民党 选出一个好的主席 那他当然有非常多的族 旗席啊 各位朋友 台湾社会 我们其实最不能容忍的 就是社会的割裂 社会割裂 其实是很多媒体在造谣 那很多政治人物知道 这些媒体喜欢造 他们就去讲 他们一讲媒体 血了也打 他们就受到鼓舞啊 所以你来源 活连你要怎么样讲 活连你一定要抵制这些媒体 不要再看不要再听 我讲真的啊 台湾人讲活字 很凌巧的 不要被骗 谢谢你收听